那沙鸡厂真的不行了 谁说的 厂房都盖了 沙鸡都种了 就重新找个投资人就行了 再说了 那沙鸡挂果道生产 得三四年呢 做事啊 不着急啊 苏慕 把养殖合作社那钱给你了吗 没呢 就说这两天嘛 快了 钱到了 我就抓紧时间 办手续盖厂房 这样挺好的 干干净净的 不像咱们那个修理厂 整天把我弄得油脂马虎了 媳妇啊 是不是 觉得这样更像老板呢 我才不当老板呢 我要当老板娘 我说了算 到时候我就还把咱那公司名字 叫 宝峰 草原风情食品优先公司 咱到时候不但能做牛肉干 还能做奶皮子 奶豆腐 还能做酸奶糖呢 那 不过啊 不过啊 这宝峰俩是得去掉 就叫草原风情食品优先公司 老板我就不当了 让人说闲话 说啥闲话呀 又没有违反政策 你把宝峰俩字去掉了 人家就不说那是你家的公司了 照说 管那个呢 我不管 我就要让你当董事长 我当总经理 哎呀 你别闹 我在家当董事长 说话还不好使 你应该给我挂个闲职干啥呢 你还敢动 我就要让你当董事长 然后 我说了算 我不当 但说个不当 你服不服 你是服不服 敢说服服 敢说服服 服服服 行了 媳妇 晚点睡觉 晚点 夏婵 刘淑婷 我包七十三要站起来的话 那也是个堂堂的七十男儿啊 那我不要脸 我不要尊严吗 那为啥有些话 我不在嘎茶里 不在家里说 非跑你这儿说了 我不是怕别的 我是怕呀 我那两个孩子知道 我那两个孩子太小 你说我不想让他们看见 他们的父亲呢 为了给他们追求一个 温暖舒适的家 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给人是又磕头又下汇的 我更不想让他们看到 他们的父亲到处撒泼打滚